陸少席的事 咱们再从城计议 陆少席的事 倒是在业务上 我希望你和玲珑 能够联合起来 一起来对付千日法 这么一来 就不容易引起 外人的怀疑了 玲珑姐姐一向对我有成见 她会跟我一起 对付千日法 你放心吧 她对你的那点成见 抵不上对一家的仇恨 你要她做别的事 她未必有兴趣 要是对付千日法 绝对没问题 我就奇了怪了 这一家到底是 做了什么缺德事 得罪了你们两位 女中豪杰啊 司令 我呢 我是可以答应 就怕玲珑姐姐 不愿意跟我一起合作呀 放心吧 我去跟她说 走了 二少奶奶 有事吗 好 客人呢 小曾你先下去 仙然请坐 请问您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隆商行的老板 我叫沈长兴 沈老板 姓惠 我叫冷如意 是这样 我是运晨润华公司 王老板的妹夫 是他介绍我过来的 润滑公司 我们刚刚和润滑公司 签订了一笔订单 是啊 是啊 听说你们出了新酒 而且千日房以往在业界 那绝对是龙头啊 谢谢 我呢 最近转行做了九月销售 手里啊 刚好有一笔订单 不知道 朗老板是否有兴趣 与我合作啊 多谢沈老板 对我们千日房的信任 多谢沈老板 如果我们双方都有共同的意愿 我相信很快就会合作 朗老板 更不爽快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您同意了之后 我们才能继续后面的讨论 好 朗老板 有话请之言 我相信沈老板 对我们千日房的近况 应该有所了解 我也不跟你拐弯墨角 是这样 我们千日房呢 近期刚刚重新启动 就不太方便 如果要是沈老板 可以全款提货 我们会把贵商 在我们千日房的核心客户 享受到最优惠的下来 不知道沈老板 您意下如何 如果价钱合理的话 现款提货不是问题 沈老板果然是爽快人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初步达成合作协议了 嗯 这是我们的首批订单 五十万 后面陆续还付给订单 那太好了 这样 等我们大当交回来之后 就正式签订一笔合同 没问题 没问题 等协议签完后 我会派人送三十万名票给你的 多谢沈老板 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我送您 好 这边请 好 千日房又活了 没错 据说新酒消遗特别好 毕为良这个老不死的 到底有几条命啊 咱们得想想办法 是 洗洗了 慢点啊 你没事吧 师父 今天这人哪实在是太多了 你不能再这么劳累下去了 要不这样吧 我去找师傅他们几个人 过来帮帮忙 说得也有道理 自从瘧疾爆发以来 患者是越来越多 我现在真的是 有点力不从心了 那么多看病了 就看不看了 看不看了 大家别着急 让我师父稍微歇一会儿 然后接着给大家看啊 能不能干 不能干别逞能 不是 话不能这么说 那我师父一向都是医疹得多 我们这儿师父 很多人都受过 师父医疹的恩惠啊 对不对 我们不听这个 我们就要看病 对不对啊 对 谁就要看 你这么说话 就属于不讲道理了 讲道理 来 来 来 你们撑住你们 好 好 你们撑一撑 好 别打 撑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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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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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盛总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别挂了 你看你把你们家二少奶奶 找出来 我找她有事 这二少奶奶一早就出门了 喂 你家 那该怎么办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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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 你看小盛子 管家 我师姐在哪儿呢 告诉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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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房去 你怎么生成这个样子啊 是啊 我师父被人给打了 谁打的呀 今天早上 在药部的时候 有几个我也不需要什么人 莫名其妙地 就把我们给打了一顿 你看我都成这样了 那 那 那你师父呢 在药部躺着呢 你别吵极 别吵极 那个 我去找 找二少奶奶 来 你回去把师父照顾好 好 好 别吵极啊 别吵极 麻烦您啊 我先走了 小盛子 你慢点 二少奶奶 怎么了 莫叔 那个 小盛子 小盛子来说说 你们父亲在药店里边 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给打了 这事是挺重的 要不我赶紧回去看看 好好好 爹 爹 你笑得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腰扭了一下 如意啊 你怎么来了 是他 公子 船友 你怎么捣死 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来 你怎么办 我 你放って 她 怎么办 改革 还有很多患者 等着我看病呢 您都这样了 还怎么给别人看病啊 再说了 万一他们再来怎么办 我说 音乐 您就听我的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完全按照您的吩咐 这冷老头 我估计至少得躺个 十天半个月的 那最近几天 就别再见面 斗头了 这个钱呢 拿去给弟兄们喝酒吧 谢谢老板 陆少奇 我治不了你 还治不了你心爱的女人了 如意 对不起了 这酒的味道 其实比以前浓厚多了 是啊 这方子现在最大的优势 就是解决了困扰 所有酒房的问题 年份啊 甭管遇到什么问题啊 如意 怎么打给解决啊 厉害啊 少爷 子文 哎 不是还有点事 咱们再来咱咱咱找 没事 你先帮你呢 咱们再来咱匹 我去找他 我去联系 是把他 找他 那你去找他 我去找他 你不是 Rock的 来 就那边去 第一阶回原来 干啥啊 别说 跟别走 爹 您也早点休息 如一啊 你坐 爹有话跟你说 如一啊 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我听说前日房已经开工了 肯定有很多事情要等你处理 我这儿不有小顺子嘛 你尽管放心 你回去也好好照顾这生意 你回去也好好照顾这生意 爹 有件事情我也想跟您商量一下 说 要不咱们把药不过来 不咱们把药不过来 不咱们不过去 需要laughs 不咱们把药不过去 都有大事 所以我awork室 对 失败了 在这境下 少爺 說吧 誰支持你幹的 是冷老頭看命太慢 我得打擾他 還不說實話 真你也支持我 看你是不見棺材 快活潮 是馮老闆讓我幹的 馮蘇貞 走啊 吃嘴 回來 給我記著 今天的事不能跟任何人講 聽也沒有 少爺 這馮蘇貞為什麼要指示人 他冷大夫啊 冷大夫他也不參與 前日坊和吉祥酒坊之間的商道啊 他也想讓如一份心 安明走 上車 好 是你 沒想到吧 你这三更半夜的 他是走错门了吧 冯苏珍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 冷大夫跟如意 是救过你家昌生命的 你确定将丑暴 找人打伤冷秉坤是吗 原来是为这事啊 怎么 老齐人的爹被打 你心疼了 你还真的是无药可救啊 我不管你和易家 有了怎样的恩怨 就算你有天大的委屈 现在也不会有人再同情你 同情 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情 冯苏珍 你找人节食如意 找人打伤我 又骗走了易家的财物 那就本该属于我的 你还真的是理智气壮啊 要不是我有家训不能打女人 我真想给你几拳 那你今天最好就把我打死 你这么丧尽天良 就算易家不追有你的责任 你就不怕做报仰 我告诉你 陆少奇 如果老天有眼的话 那也是应该一家人遭报仰 我告诉你 陆少奇 如果没有钱就差 就行进去 陆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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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着去啊 好 走 苏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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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宝贝 司令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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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哭了 你这脸 脸怎么了 他打我 谁打你 陆少奇 陆少奇打你 你招惹他了 我没有招惹他 我只是教训了冷如意 一顿他就过来打我 你 陆少奇跟冷如意 什么关系啊 他们曾经是恋人关系 我不管内心 我要让你给我出这口气 好好好 我替你出去 替你出去 不哭 不哭 我不管 好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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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好啦 王总 二少爷 二少爷 您回来了 怎么了 如意呢 二少奶奶回娘家了 回娘家了 不是 是出什么事了吗 冷老中医和小顺子被打了 二少奶奶就回去了 我知道了 去吧 二少爷 也不知道 王家老爷伤得怎么样了 二少爷 王家老爷伤得怎么样了 二少爷 您还没吃早饭呢 老婆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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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事情出得太着急 没有来得及通知你 好些了吗 如意 你看 爹好得差不多了 我这儿没关系 你呀 跟二少爷一块回家吧 爹 你身体没有好力做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没事了 我这儿还有小顺子照顾我呢 你放心 爹 要不然 你出去一下 我有些话想跟二少爷说说 去吧 那好 什么话你就跟我说 除了 劳 Ici 拿小偷的材料 没什么 你明明瞧 你下来 上去了 之前 我爹当时都是被那个冯苏珍 没事就不说了 如意我会善待的 我跟如意已经查到了 真凶的线索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给你一个真相 如果 以前我有什么 也与不周的地方 还请你原谅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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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言重了 言重了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最近尊敬是应该的 如意是一个好女人 你养了一个好女儿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你就尽管开口 这个药铺你想开就开着 但你得请一个帮手 以后我跟如意 会给你养老的 您放心 爹 没想到 我伦彬宾何能何得 让你这少爷 喊我一声啼 您是如意的亲人 对吧 自然就是我的亲人 好 如意我交给你 就放心 您就安心养病 我让如意留下来陪你 你想 我让如意走 她能放心吗 对吧 要不这样吧 我再多请一个人来照顾你 好不好 我的伤 基本上好了 其他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您安心养病 好吗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好 你慢走 好 好 你去趟健身房 把那病秧子的新房子 再给我偷出来 老板呢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再去 他们再也不会相信我了 投不出来 你就别再回来 老板 你就别难过我了 要不这样 我再跟你找回来 我怕去了挨打 怕挨打什么 那你就不怕我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以为钱是白拿的吗 赶紧跟我去 少爷 还偷了您的方子 这次居然还敢再来 少爷 少爷 我偷走您的基础 是被迫我那事处有因 当时我娘有病 她答应给我一大笔钱 少爷 我不是人 少爷您就傻了我娘 所以说是他让你回来的 对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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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少爷 你听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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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啊 不要我解释 你把我放你 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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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手 倒手 放我上来 别招我 少爷们 别招我 放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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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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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 混蛋 我 我拿死了 我们本人败了 我不能让你找我进来 太狠 和你 干死那臭鸟养的 爹 别吃药了 如亦啊 爹有话和您说 您说 如亦啊 你赶紧回去吧 一家这么一大胆子事 等着你 你是一家 唯一的女主人 你身上的胆子 可真不轻啊 二少爷 自有身体有弱 可千万不要累着他 二少爷爷 郭叔 任大夫 好些了吧 郭叔 您怎么来了 这位是 那个二少爷说 这家里缺一个 洗衣做饭的 二少爷就让我 找了个来伺候 冷大夫的 这 这个二少爷 心可太细了 冷老爷 二少奶奶 他们都习惯叫我王妈 以后 这些都我来吧 那王妈 还有劳您了 二少奶奶 您就放心吧 孩子 你现在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那爹 您安心养病 我跟郭叔先回去 有时间我就会回来看你 好的好的 别惦记着爹 放心走吧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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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我给您七杯生茶去 别忙活了 我一会儿还要去一趟私家那里 那要我陪您去吗 不用 走了 小姐 快来 喝点汤 小总 好 二少奶奶 思佳 你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总是想吐 你啊 就是身子骨太虚弱了 所以孕吐反应才会这么大 这次我回去 给你准备了一些止吐的食材 一会儿让小翠给你熬上 二嫂费心了 举手治劳而已 你现在的身子越来越重 一定要自己当心 二嫂 我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要是再不办婚礼的话 怕是要露馅 一会儿 我明白的 我一定会尽快安排 谢谢二嫂 一家人 不要老是跟我说什么谢字 好了 我还有事情要先走 回头再来看你 二嫂 慢走 早上 小翠 老公 小翠 花生 吃早上 小翠 小翠 有点 出事 但是 你心疼 欠罪 和我 谁 我要 找我 我尝尝 真是不错 今天找你们来呢 不是让你们互相怄气的 如今这局势 你们比我更清楚 千日访的崛起呢 将来会是对你们两家酒访 最大的威胁 你们呢 一个是我左手 一个是右手 我希望你们能够 放下彼此的成见 同仇敌开 一致对外 行吗 怎么一致啊 有的人呢 就会算计 我可不想成为 被别人算计的对象 玲瓏 素贞连酒方子都给你了 这难道不算是 和好的诚意吗 好了 好了 我希望你们以后呢 不要有任何的矛盾 千日访的设备 资金 粮食刚刚到位 短期之内 他们的产量上不来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时间 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段 安抚好各自的客户 千万别出现客户流失的情况 我呢 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 只要我在亭州一天 我就不可能让这 千日访成气候 司令 让你费心了 我一定会和玲瓏姐姐 共同对付千日访的 对吧 姐姐 既然妹妹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我就表个态吧 只要妹妹不给我使绊子 我是绝对不会做 有损吉祥酒坊生意的事的 这一个千日访啊 就够难对付了 光是陆少奇一个人 就很让人头疼 更何况还有一个冷如意 我们俩联手 才能把他们干掉吗 是啊 姐姐 说得好 说得好 就这样 今后你们姐妹俩 就多沟通 多协调 能办得到吗 那我就以茶代酒 敬姐姐一杯 好 谢谢姐姐 这才是我崔大龙的女人哪 老少奶奶 你请 这些药是我根据她的情况研制的 你先拿着 给她服用一段时间 如果要是效果好的话 我过些时候会再送一些来 谢谢老少奶奶 记住了 一定要安事服用 一天都不可以拉下 不然的话 她的病情会反复 嗯 我记上了 再有什么事情 可以去园子里面找我 我跟她们已经打好招呼了 嗯 以后 我就拜托儿少奶奶了 整个宅子 除了你 再也不会有人想着我们了 放心吧 我已经跟郭叔说过了 她会调整你们这边的饮食 好 好 二少奶奶 我把药放起来 哦 二少奶奶 我送你走 二少奶奶 快 这也许就是一家藏的 最深的命运吧 如意也知道了 嗯 我看她每隔一段时间 就往里面送的寺药 如意是想给的治病 对 安明 给依先生准备的补物品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少爷 你确定要去提亲吗 嗯 是 越来越来越远了 你不要不爱 把你帮你帮我帮你帮你膝围 她们继续 马上来打开 你们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帮我呢 真的吗 还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 我们千日房以前的一个老客户 重新回来找我们了 跟我们收线 继续跟我们合作 我建议不要操之过急 在我们千日房落难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站出来帮我们一下 现在主动地提出合作 必须要鉴别好他们的诚信度 以防是冯素贞 或者是乔玲珑派来的人 说了有道 他们跟沈老板不一样 沈老板是外部客户介绍过来的 而他们不是 是他们的水 虽然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好 但是还是不能调以轻心 来看看 我给斯嘉选了戒指 你觉得哪一个好 这个 只要是你选的就是好 小姐 你慢点吃 这儿也没人给你抢啊 你说奇不奇怪啊 我前阵子吐得要死 吐得死去回来 什么都吃不下 现在可倒好 这不够死鬼呀 怎么吃都不够 我看呀 这个不是您想吃 这呀 是您肚子的小少爷馋了 你说得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我最近越来越胖 我这个腰越来越粗 我会不会越来越丑啊 我说小姐 这孕妇都是会胖的 您呢 就当作是为了小少爷 暂时牺牲一下吗 为了他 我也是豁出去了 可是少奇 已经好些日子没来找我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小姐 您就放心吧 我看陆先生这一回啊 肯定不会变卦的 您呢 就安心地等着 做你的新娘子吧 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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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来了 给您带点补苹果了 人老了 吃什么也补不了了 这有点风吹草动的 这身体就不行 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有一事想求 你说 我想娶私家小姐 你说什么 我正式向您提出 我想娶私家小姐 陆少奇 陆岳 你坐 我跟你说 这婚姻哪 不是儿戏 你得媒婆提亲 八字匹配 下大定过聘礼 这才能够外堂成亲呢 那你们俩可倒好 俩年轻人一商量 知会我一生 这事就算齐了 对 我知道 就是私家从心里头喜欢你 也担任这孩子任性 但是你不许有一丝的为难 但凡勉强 这婚姻就没有好的 我这话你明白吗 易先生 您说的我都明白 但有件事情 我必须实话告诉你 你说 你千万别扔气 这件事地下有点难说出口 我想一下 我必须得告诉你 自家有身孕了 是我没关交好这孩子 你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的不对 跟自家没关系 夫人刚过世不久 理应守校三年 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才不得不 来向您提亲吧 少奇啊 你能做一家的女婿 我心里挺高兴的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娶了私家 你必须多担待 替我照顾好她 易先生 您放心 我是经过慎重的考虑 才做到决定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还有一件事 私家的母亲刚刚去世 你们的婚事不易大办 这事也委屈你了 我没问题 只是委屈了私家 那行吧 回头我跟如意说 让她替你们操办 多谢易先生 这事儿 少爷 我听说 是如意姑娘病了 她最近太累了 如意太要强了 一个人支撑着一大家子 真是为难她 少爷 你和私家小姐的婚礼 一切从前吧 安明 你得回客栈一趟 通订一下我父母 虽然他们会感觉到意外 但是我觉得我爹 最终还是会理解我的 少爷 我怕姥爷他 我娘会说服我爹的 好 那我明天一早就走 让开 老板您找我 袁瑟儿 上次我让你回千日房 偷那病样子的新方子 没想到被人家扔了出来 我念在你有生病老娘的份上 就又收留了你 老板您对袁瑟儿的大喊大道 袁瑟儿莫齿难忘啊 你说过对我绝对忠诚对吧 那是自然 老板 您让我上刀身 下祸喊 我不敢说个不子 好 那我有件事情 还得需要你去办 袁瑟儿怨孝 全马之牢 这次我可不愿意再听 你念什么生病老娘的经 如果你办不到 就给我走人 老板您说 那你给我听好了 我又让你把千日房给我烧了 我又让你把千日房给我烧了 我又让你把千日房给我烧了